国际消息则是要来关心北非摩洛哥 8号晚间发生了规模6.8强震 死亡人数不断在攀升 已经超过了2000人不幸罹难 而且受伤人数也超过2000 而当地民众形容在地震发生的瞬间 好像听到打雷般的声响非常吓人 名列世界遗产的观光圣地 马拉克什市的旧城区 如今成为瓦砾堆面目全非 当地居民更担心余震会发生 只能够露宿街头 国王也宣布全国进入三天哀悼期 天摇地动民众争先恐后 冲出餐厅逃命 几成一团现场混乱不堪 CNN记者实际走访灾区 强阵逃空建筑 屋顶天花板和地板全都崩塌 从一楼就能看见天空 名列世界遗产的观光圣地 马拉克什旧城区 如今面目全非 全成了瓦砾堆 屋顶瓦砾摇摇欲坠 钢筋外露 当地居民担心余震 不敢回家 只能露宿街头 缺乏食物和水源 也成为生活一大危机 北非摩洛哥8号晚间 发生规模6.8强震 镇阳距离观光及经济大城 马拉克什只有70公里 加上属于极浅层地震 造成数千人死伤 断源残壁中 还有许多人等待救援 民众形容地震当下 听到地鸣如同打雷声 相当吓人 面对这场浩劫 摩洛哥国王宣布 全国进入为期三天的哀悼期 把握黄金救难的72小时 正全力抢救中 张有同编译